大佬你有猜到嗎 猜到什麼 趙肖康 哪一段 你有猜到是趙肖康嗎 是沒有 是沒有 不過李乾隆講了 說是男生 男的 而且會讓人眼睛一亮 他講到這麼這麼逼真的 我還是沒有猜到趙肖康 那你第一時間說男的 後來就有傳出來說是管宗明 你 你的那當時的 當時剎那的感覺是什麼 怎麼死去 你知道 昨天這場戲 那個下個禮拜一中午 那個韋鐘哥 要訪問我 我第一句話要跟他講 你退休好了 你還什麼國師級的製作人 導演 你答應過去 沒張 這次來訪問 昨天是最警察 你眼看著修理國民黨 一整年的兩個擦擦彈 一個是最有錢的擦彈 那個擦你隨便填進去 一個是最囂張的統計政客 就他的老徒弟在這裡 我去講到這裡就好 兩個人修理國民黨的死去活來一整年了 前半段是國董 後半段是柯辟 你看天網恢恢 蘇爾不漏 昨天國民黨有沒有修理這兩個人 沒有 但是他們兩個人自己吹死自己 因為他們兩個人基本上都是投機 都是自私 都是要利用對方 看起來甜甜蜜蜜 嗨嗨嗨嗨的 但是私底下是口蜜福建 甚至要暗中修理對方 這個一看實在很可笑 但是我在家裡看 真的是無言以對 但是又覺得很興奮 但是最後結局了 我說 天佑台灣 但是我沒有興奮很多久 因為我回到你的問題了 我差不多一個晚上睡不著覺 就像你講管宗民什麼豬啊 什麼民啊 一大堆 現在人家拿名 國民黨死 幸虧 幸虧有趙老大 因為趙老大 起碼太有戰鬥力 他邏輯思考清楚 口條不用說 但是我要趁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要修理趙老大 機會不多 我覺得第一點 趙老大昨天 今天 今天 是今天嗎 今天 他的講法 有一部分是我覺得太客氣了 他說我們要分工 那我負責北北基 但你怎麼只有北北基 北北基是國民黨的天下 就是要贏更多而已 你有種 你就要到南部去 因為你台北地留的嘛 你出生在街人地 台南大 你參立法 參就議員 是同班的 你到南部去演講 你就要說我是沈大老 好朋友 台北就把他撈下去 說我的台北只輸謝龍姐跟沈大老而已 台北是在那裡 所以不用那麼客氣 第二點 我常常跟他講 我說現在社會上講到你啊 其實你也不是一面倒的支持 就是你當然沒有韓國瑜那麼有兩極化的爭議 但是你看今天報紙的形容詞 還是用他是深藍嘛 我常常替一般我的朋友講 你們都誤會了 趙沙爾康不是深藍 趙沙爾康如果是深藍 那其他的人 我都不曉得要怎麼解釋 我覺得趙沙爾康是個誤實的 面對這個台灣的現狀 他了解國民黨裡頭的問題 所以你說他深藍 他太委屈他了 所以這是我兩點對他的忠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